第735集 暴怒 钱呢 青皮二走进了问道 莫小鱼看着眼前的人 他有把握在这个距离将这个人拿下 但是呢 又担心这个人不是青皮二 所以还是安心交钱带人走吧 反正这钱也不是自己出的 刺刀也不搭话 弯腰将箱子打开 两百万的人民币虽然是旧巢 但是码得整整齐齐 不码整齐了 根本放不下这么多钱 青皮二也弯下腰去 翻了翻箱子 以防上面是钱 下面是纸 更让莫小鱼和刺刀受不了的是 他居然带来了验钞机 两百万的现金呢 就这么在验钞机里面一袋一袋的验 我说 你这么下去 啥肉是个头啊 人呢 我们总得先见见人嘛 青皮二摆摆手 有人去带程伟安了 一会儿的功夫 程伟安就被带了出来 短短一天的功夫 这程伟安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尤其是目睹了和自己一起来的那个人 被筷子划开了几倍 当时就感觉到自己的脊背是嗖嗖的疼啊 小鱼 小鱼 你来了 可谢谢你 谢谢你啊 我回去一定会谢谢你 程伟安抓住了莫小鱼的手 哎呀 那家伙可劲摇啊 跟见到亲人是一样一样的 没事 我们待会儿就走 这位是和我一起来的 家里来的人 莫小鱼向程伟安介绍此刀道 此刀点点头 没说话 你们可以走了 青皮二此刻指了指程伟安和此刀说道 莫小鱼笑笑 也转身要离开 但是被青皮二拦住了 哎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莫小鱼看向青皮二问道 小鱼 小鱼 走啊 一起走啊 程伟安喊道 但是他被刺刀一直拖着走 很快就转出了帐篷 看不到了 几分钟之后 莫小鱼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你什么意思啊 莫小鱼此时倒是安定下来了 望着青皮二说道 你 认识彭志祺对吗 对啊 我把你扣下来 是想和他换点东西 青皮二贼笑着说道 什么东西啊 莫小鱼问道 一百挺机枪 两万发子弹 他付的流油 这点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 就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这些钱了 青皮二宁笑道 那我听你这个意思啊 那就是我被绑架了呗 莫小鱼咒没问道 还不算太笨 那 给彭志祺打电话吧 现在就打 青皮二说道 等一下 我想知道你跟彭志祺到底多大仇多大恨啊 都在一片林子里 有必要这么做吗 再说了 我和他仅仅是刚认识 做了一次生意而已 他怎么可能为我花那么大的价钱呢 莫小鱼说道 不打是吧 很好 很好 懒人 把他关到后面 喂蚊子去 我就不信你能挺得过今晚 青皮二说完一挥手 两个人进了帐篷 用枪指着莫小鱼 将他押送出了帐篷 青皮二 你太能作了 你会遭报应的 还有就是 你把我留在这儿 你会后悔的 莫小鱼说道 莫小鱼一边走一边 看着这片刚刚搭建好的新据点 在外面活动的 能看到有一二十个人 帐篷里还有没有不清楚 但是这些还不够莫小鱼收拾的呢 他静静的等待着夜晚的到来 刺刀开着莫小鱼的车 一路风驰电车 根本没有再次回到彭治奇的大本营 而是直奔口岸而去 这位兄弟 到底怎么回事 莫小鱼可是来救我的 我们怎么能把他留下呢 程伟安问道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你救走 其他的 我没有接到任务 刺刀面无表情的说道 程伟安那个郁闷呢 但是也不好说什么 因为他和这人也不熟悉 而且早就吓破胆了 只是期盼着自己能够早日脱离虎口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事啊 刺刀一路将程伟安送到了宾馆 在那里见到了董天明 董天明居然没有先和程伟安说话 而是悄悄问起了莫小鱼的下落 你的估计是什么 他还能回来吗 董天明将刺刀叫到一边问道 很难说 不敢保证 刺刀实话实说道 如果我要你再去一次 能把钱带回来吗 如果他们没有走 应该是可以的 刺刀说道 很好 你再去一次 把钱带回来 一定要搞清楚莫小鱼的下落 我的意思你明白 董天明的脸上 划过了一道阴霾的色彩 只有刺刀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好 我这就去 刺刀看着天色 应该还来得及 董天明点点头 伸手和他握握手 刺刀转身上车 又再次开车去了缅甸的北部山区 陈伟安被董天明带回到了房间里 陈伟安还没反应过来 刚刚想解释一下 但是被董天明一个耳光打在了地上 陈伟安此时也不敢吱声 只是捂着脸掉眼泪 你这个混账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 平时以为你是一个很稳当的人 怎么到了这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因为你 我欠下了多大的人情和风险 你知道吗 董天明压抑的怒火彻底爆发了 指着陈伟安的鼻子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这才坐在一边稍微休息了一下 市长 市长 莫小鱼被扣住了 这怎么办呢 陈伟安还算有点良心 到现在了还知道说一下莫小鱼的情况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让人去找他了 生要见人 死要见事 董天明疲惫的摆摆手 示意他滚蛋 陈伟安捂着被打肿的脸想要出去 但是又被董天明给叫住了 小陈啊 你记住 从今往后不许再提这件事 就当是没发生过 明白吗 董天明问道 是 我知道了 不过 和我一起去的那个人 他 他被杀了 这怎么办呢 董天明奇怪的看向陈伟安 平时这小子脑子很好使 什么事都一点就透 甚至不点都透透的 怎么在这件事上这么糊涂呢 还在问这件事 陈伟安看到董天明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低下了头 我刚刚说过 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是被人绑架了的 他现在失踪了 我说的够明白吗 董天明愤怒的说道 陈伟安 诺诺诺的点头道 是是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说的 我说的 感谢观看